亞東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的教授 也是台北市東華福人社社友陳金雲 送給自己的60歲生日禮物 就是徒步環島為聽障運動選手來募款 他7月1號從台北出發 逆時針環島展開11公里募1000元的公益活動 並且走到了花蓮了 預計要在8月7號走回台北 完成1200里路長征 他希望可以募得120萬元 曾經表示 東華福人社在11年前聽澳選手安慶隆的名字 成立安慶隆獎學金 每年捐助田徑選手 尤其聽障選手們更是重要獎豬的對象 今年他年滿60歲了 看獎學金剩下不多 許家紅燕土不募款 獲得社友的支持 只要他每走1公里 社內就有捐助1000元 我們每年都會捐助一些錢給田徑的選手 包括是聽障的選手 所以因為我看我們今年錢不是很多 所以我就發起說 來讀赴帆島捐錢 就是每1公里捐多少錢這樣的方式 要募集100萬的錢 讓安慶隆獎學金可以幫助更多聽障的朋友 運動員可以在比賽中會國家發光發力 所以用60歲的生日禮物來幫助這些聽障的小朋友 讓他們有機會可以得到更好的幫助這樣子 我7月1號開始走 最熱的時候7月1號開始走 從台北市中午廣場往新北市的方向走 那我選擇路線都是走台1線 計畫是總共幾公里嗎? 你是走北移還是走冰寒? 我後段台九完之後會走台二線 一共全程是預計是1250公里左右 所以我們的社有會每個人募款1萬塊 就一個人1萬塊 其實就是我們社裡面加起來 就是一公里1000塊 然後加起來100塊 陳建宏為了這次的公益行動 準備了三個月 每天清晨5點晨跑一半小時 也藉處甜食飲料 下午再走上兩個多小時 就是為了減重 並且訓練體重的耐力 這個月1號他背起10多公斤的行囊 戴上漁夫帽 從台北市政府廣場出發 沿台11線南下到屏東再往北上 沿途不時有事有親友陪同 他表示有民眾得知 他為了聽賬選手募款 硬塞了4個芒果給他 有人送上瓶裝飲料 為他加油打氣 曾經表示 這是他第一次徒步環島 預計全程走38天 自行30到40公里 8月7號抵達台北市政府廣場結束之後 估計走向1250公里 所得全部捐給安慶龍獎學金 作為聽賬選手們的培訓經費 記得終於發送到 請多謝